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灵魂 教育部拍板 111学年度开始 本土语言将会纳入高中的必修课程 台中一中因应疫情 推动招会的电台 是以国语 课语 闽南语 还有英语来主持 要打造语言的环境 让学生可以自然说母语 学生坐在教室内 熟悉的声音传来 但这次说的不是中文 而是客家语 原来是台中一中校长因应疫情 推动招会电台 结合本土语言 学生的反应还不错 虽然不见得听得懂 但是就是说用语言来引起 对于文化的好奇和认同 我想这是跨出了一个好的第一步 不只是客家语 总务主任说着一口流利名 闽南语报告近期工程概况 宣导注意事项 台中一中招会电台 以闽南语 课语 国语 以及英文四声代进行演说 盼让年轻学子认识本土语言 对我们来讲也是第一次的尝试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有点忐忑 但是真正开始上场以后 我觉得突然马上就会发现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各处是主任以自身本土语言进行报告 教师学生反应热烈 也有从小与家人以课语对话的吴宏勋 加入演说与主任对谈 希望鼓励其他人勇敢说出自己的母语 让本土语文不再只是弱势文化 我是在练习静字语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很多词汇 因为其实有些只是跟国语不一样的讲法 或者是因为其实我们拼音是用罗马拼音去写的 对我是觉得其实这语言是很特别的 我们办了很多场次的客家文化的手作方 包括客家蓝染 包括油脂伞的彩绘 那另外接下来在下周 我们也有客家雷茶的体验工作方 因应新型客纲营造友善的母语环境 台中一中将本土语言带入生活 也推动客家州活动 让学生从中理解到传统文化之美 台中一中 就富一天台 台下来共客家法